議員許淑華就繼上週在議會提案 要求北市府對金華城停工處分 那沒想到被國民黨議員秦桧挡下了 這週許淑華再次提案又再被他挡下 因此許淑華相當不滿 認為這樣反而更讓人質疑 秦桧是否跟中共關係真的很密切 好 重重持續帶你來關心 金華城容積率弊案是持續的延燒 而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許淑華就提案 希望北市府針對金華城來做出停工處分 在開議的時候 他就已經邀請了所有的議員簽名來連署 那也獲得了跨黨派議員的支持 沒有想到在上禮拜把整個案子送進大會的時候 遭到國民黨籍的議員秦桧挡下 這個禮拜再一次送進大會又被擋下來 而同樣又是秦桧議員認為這樣子的做法 他不認同 因此他擋下 而對於這件事情提案的許淑華也相當的不滿 今天他也接受我們的訪問 帶你關心 那我會比較建議他 他可以提另外一個案子跟我們並案來去討論 你不要用這種技術性的杯葛 我覺得這樣的杯葛會讓外界質疑 然後相對的現在媒體有報載說 他們跟中工的關係 中石化的關係友好 然後又扯到金錢的問題 那這是他個人私得的部分 我當然不予評論 可是如果他真的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在擋我的提案的話 我覺得我對他的這樣子的態度 我真的會覺得非常的不可取 所以我覺得他提的所有論述 其實都不成立 那為什麼還要當 所以才會讓外界質疑說 是不是跟金錢有關 我覺得如果他要杜絕外界這樣的質疑 如果你要躺蕩蕩的話 你就是躺蕩蕩地來面對 不要針對議員提案亂杯葛 因為我覺得你應該尊重所有的議員 你要尊重市政府 我覺得我們今天提的這個案子 是我們表達我們的態度 你也可以提案表達你的態度 我也不會去當你的提案 好可以聽到許淑華是強調 他是尊重這個資深的議員秦惠珠 不過他也希望在這一件案子裡面 不是用杯葛用擋下的方式就能處理 希望他也能夠提案 那併案處理才是更積極的做法 而後續這個案子 下個禮拜還可以再提案 許淑華議員也表示他會繼續提 只是後續如果又被擋下的話 可能就要進入政黨協商 那就會由議員一個人 一個人來投票的方式來解決 只是許淑華強調 這件事情如果是按照北市府 現階段的處理做法 不予施工勘驗 很可能才會造成爛尾樓的問題 那他也呼籲這件事情 應該儘速地解決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在新狀況 我也希望停工 繼續為金華城的融機 畢業案正義持續延燒 那北檢日前在獲得法院同意之後呢 扣押了金華城改建案土地 對此國民黨 台北市議員 游淑慧受訪時就質疑資金有問題 因為金華廣場施工的進度非常慢 半年才蓋一層 來聽一下游時會怎麼說 我覺得不用擠啦擠什麼呢 遲早會讓他停工的 但我覺得還是要確認工程的安全性 以及說合法性 就是要等北檢起訴吧 北檢都還沒有起訴 民進黨議員在擠什麼呢 他們看到起訴書了嗎 知道違法的太陽是什麼嗎 我不曉得說為什麼連一個月都急不可耐 這麼著急的去逼市府去做這樣的決定 那這樣是不是又陷入太過急躁的狀況 我覺得等我們起訴書是最基本的態度 這是一個依法行政 然後再來就是難道民進黨議員 蘇培議員他不在乎工程的安全性嗎 他進場去看過嗎 他知道目前的工程已經穩定了嗎 所以這個工程的安全性也要先確認嘛 我覺得這是非常基本的事 沒有人反對停工 但是什麼時機點才是最好的停工點 既安全又合法 法律又站得住腳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尊重台北市政府 去做專業的判斷 他的施工進度這麼慢 或許是不是因為這個微晶集團 他的商業考量 就像李四川副市長說的 因為現在土地都被扣押 也不能預售 那資金鏈出現的問題越蓋越賠 所以就是慢慢的給他蓋 那不管是什麼原因 我們還是希望他們要確認 工程的安全性 即便慢慢蓋也要確保這個工程是安全的 不能說慢慢蓋要亂亂蓋 那這一點是我們沒有辦法允許的 我們還是希望柯市長可以配合檢調的調查 如果一旦檢調不需要你的證詞的時候 那才是你最危險的時候 代表檢調的周圍的證據都已經收集完成了 但是柯文哲市長作為一個主要政黨的主席 以及作為台北市的前市長 我覺得你有義務也有責任配合司法檢調 而不是用這種消極的拒絕的方式 來阻礙這個檢調整辦 如果你覺得你有冤屈 你為什麼不抗告 你為什麼不配合提訓 那我覺得你一味的用這個政治的力量 政治的手段 來做這個抵制的方式 讓什麼金華城案的整辦進度 如果陷入膠著的話 那不是更奇怪嗎 你不是應該更希望水落石出嗎 結果你反而希望這個變成一團降火 我覺得也不是這樣子吧